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昨天呢我也是聊了一期节目啊 关于这个俄乌战争的啊话题啊 希望他们再来聊聊大反攻啊 还包括之前几年一直都很有市场的崩溃论啊 我也做了一些反省啊 以后啊就是说事归事啊 这个房子跌归跌 比方说这个苏州的啊房市 说你们就随便按照这个市场价格 你们爱怎么降就怎么降吧 啊就是说降价归降价啊 暴跌归暴跌 但是呢咱们少扯崩溃论啊 少扯这个崩溃论啊 少去传播这些呃就不要太去夸张的去描述一些事物啊 这是我对于我做节目的一个反省啊 同时呢我在国外呢生活几年呢 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两个词记住啊 一个是这个简陋的诸卷 一个是精致的诸卷啊 对因为有网友他就是在留言区里面就是抨击我 说你国外既然这么不好啊 水位既然这么高啊 你生活这么不容易啊 那么你干脆你滚回去算了 滚回去算了 嗯这么说吧 现在我们这边生活的环境吧 算上是一个精致的诸卷啊 因为很多人他没意识到这个环境 但是我意识到了啊 这个精致的诸卷在里面生活呀 好歹比那个粗糙的诸卷里面 生活的稍微舒服一点啊 在国内呢 确实有很多问题啊 就拿这个猪卷做对比啊 比方说在这个粗糙的猪卷里面啊 简陋的猪卷里面 这个猪呢 是不能够骂饲养员 也是不能够咬饲养员的 你骂饲养员咬饲养员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骂 比方说在抖音上 在无信上 你骂饲养员啊 你骂啊 习大大 你肯定会贪上事的 轻则约谈啊 重则坐牢啊 这是不能够骂 这个饲养员啊 这叫没有言论自由 同时你也不能够咬饲养员 那些咬饲养员的人 咬饲养员的猪啊 其实呢 我对那些猪是抱以崇敬之心情的 比方说杨家 刀客杨家 什么 什么什么范华培啊 明金国啊 贾静龙啊 这些人等等 他们是急了 咬啊 你饲养员 你老欺负我 是吧 杨家的这个 搞完都被 踢爆了啊 是吧 那想想 我急了 我就咬你啊 像什么贾静龙啊 被强拆啊 范华培被强拆啊 明金国被强拆 那我就去咬这个饲养员 跟当权者作对 这下场是很悲惨的 这全部都无一例外的肉体消失啊 啊 这是在简陋的中院里面啊 这种养猪也是粗放式的 你不能骂我 你也不能咬我啊 但是你要是放到这个精致的啊 装修稍微来说比较豪华的中院里面呢 这个猪啊 它是可以骂饲养员的啊 这个饲养员你可以理解为啊 这个美国的拜登啊 西班牙的桑切丝啊 什么加拿大的小土豆 这些饲养员 他们把这个猪圈啊 装修的很漂亮啊 看起来很漂亮啊 比方说那些房子啊 屋前屋后的花园 你要是不打理我发你款 哎 装修的很漂亮 这个钱呢 还得纳税人自己出啊 同时呢 这些猪可以骂思想人员啊 动不动你拜登 你这个政策不好了 你这个物价又上涨了啊 特鲁多你这个那个 那个这个了啊 包括我在这边 我也骂三件事嘛 我说你这个修花枕头 你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没够啊 你可以骂啊 但是呢 你不能咬啊 你比方说美国呀 还有加拿大呀 美国典型的是1月6号的事情啊 国会山事情啊 这是不是就咬到当权者了 那到现在你看看 那些1月6号那些人 现在有多惨啊 还有包括加拿大的卡车司机游行啊 那这就是要跟当局对着干了 那不行 我封你银行账户 我这个不准你住酒店 我那个我不准你接受捐款 这是什么呀 在这个装修豪华的经验里面呢 你你骂可以给你言论自由啊 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 你怎么骂思想人员都没事 只要怎么说呢 别太过火了就行啊 把这个骂思想员呢 这个猪啊 不管是伙食不好 还是这个环境不好 你都可以骂 没问题啊 再比方说这个精致的猪圈里面啊 猪呢 哎 多少呢 有些福利 你比方说猪生病了啊 思想员他会知道 适当的给你钱免费的医疗 我这边呢是免费医疗啊 虽然说这个效率了有点低啊 然后呢都是一些实习医生啊 真正有资历的医术好的医生啊 那都是服务于饲养员级别的啊 或者说猪里面的权贵阶级的啊 那是好的医生 免费的那些医疗 你所预约的医生啊 那很多都是实习生啊 但是形式上这是一个免费的医疗啊 有些地方呢 还给你提供一些什么免费的住宿啊 你比方说 有人在北上走线进入美国之后吧 找不到工作 他说人太多了 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然后呢 吃饭 没钱吃饭 怎么办 多多少少还讲一些人道如意关怀 就是说这些人 他不具备这种猪的身份啊 就是说他想住进这些 这个精致的猪院里面 但是呢 人家让你进来之后呢 你没有这个资格啊 别的猪看到你这个 北上走线进来的 可能我想你怎么过来给我抢食吃啊 但是饲养员呢 多多少少给一些人道如意关怀 我今天我搞几个什么 免费发放食物的地点啊 给你提供一些适当的免费的住宿啊 你比方说在一些什么公共一些场合里面 摆放了很多很多的床啊 你没地方住 无家可为者 你可以每天排队啊 晚上在这住啊 但是你小心东西不要被偷啊 这是对于那些没有身份的啊 那些猪啊 其实我对这个猪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 我只是做一个类比啊 不要觉得我是羞辱谁 我不是羞辱谁 我只是作为一个比较类比啊 没有身份的猪 那么就只能够享受一些比较差的 但是呢 也算是人道主义关怀的啊 那有些人就说 你看我在美国 我小时候到福利了 我领了免费的食物了啊 我住到免费的床位了啊 哈哈 有意思吧 同时啊 这个饲养员呢 他也是轮流换的啊 这个饲养员 他并不是这个饲养住场的老板啊 在这个装修精致的装修豪华的住院里面啊 饲养员 他是轮流上来的 他们会给猪讲故事啊 你看我们这个猪圈啊 是讲人权的 是讲民主的啊 是讲言论自由的 你看上一个猪圈的这个饲养员 他管理的不好 我们把他给赶下去了啊 现在我再换一个人过来 你们有什么啊 不好的地方啊 有什么这个想说的话啊 你都可以说出来 实际上呢 这个 什么铁打的猪圈啊 流水的饲养员啊 真正亘古不变的是 背后的老板 也就是一些啊 大资本 或者说权贵之间啊 权贵阶层啊 那些大银行家们啊 大机构 幕后的首脑们 或者说是一些阴谋家们 他们是董事会啊 他们成立董事会 他们来给你们上演一个啊 这个民主自由的游戏啊 你们来在里面啊 大家都入戏啊 再加上好莱坞的电影啊 音乐 然后再加上媒体啊 打来告诉你们啊 你看我们这个猪圈就是好的啊 我们这就是比那个什么 那个农村的猪圈啊 比他们条件要好 你看那里面的猪生不如死 那里的猪生病了啊 得猪瘟了啊 饲养员也不去啊 去去去去去管他们 火是这么差 也不管你看我们这地方 我们还知道给这个什么啊 猪啊 给他们啊 让他们吃饱饭啊 让他们猪者有其居 猪者有其食啊 就是有居住的地方啊 有吃饭的地方 其实背后都一样啊 背后都一样啊 那猪虽然说这个描述呢 不太不太让人喜欢吧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在食物链上面啊 这是不变的啊 不管是农村的猪圈 城市的猪圈 简陆的猪圈 豪华的猪圈 猪啊 他在食物链里边都是属于被上层 宰杀的这么一个啊 这么一个阶层啊 只不过呀 有些猪啊 他这个幸福感比较强 有些猪啊 幸福感 他不强 没幸福感 你比方说在这个简陆的猪圈里面 你要是问他 请问猪先生 您觉得您幸福吗 他批量就会说 幸福个屁 幸福啊 这样就走了 你在那个简陆的猪圈里面就问猪幸福不幸福 他就可能就会这么回答 但是在装修豪华的猪圈里面呢 哎 他们感受到了 饲养员给他们打造了一个相对啊 所谓自由民主的环境 哎 我可以上街抗议游行啊 环境保护了是吧 环保主义是 我可以在马路中间我拦的 我拉横幅 啊 这样的话 你看我保护环境 你看看 媒体也关注我啊 然后报纸也报道我哎呀 这个存在感一刷呀 是不是啊 然后我还可以去投票啊 选选出我理想的饲养员来去管理我们这些猪啊 哈哈 其实这个猪卷的话题啊 嗯 大家可以去把这个词啊 客户脑子里面精致的猪卷啊 装修豪华的猪卷与简陋的猪卷啊 之前做一个对比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稍微说这么多啊 也不惯着睡了 也不想讨好睡了 也不想挠水养羊肉 也不想做什么心理按摩了啊 也不想去追什么热点了啊 最近这几天也不想去追热点 就是今天在遛狗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么一个猪卷的问题啊 韭菜都是韭菜 哈哈哈哈 好吧